雖然市面上都有壽司醋 但是我的比例更好吃 其实呢 你对这个米越温柔越好 煮出来了就更好吃 不是冷的醋饭 是热的醋饭 不一样 这就是老干杯云丹寿司好吃的秘诀 今天要教一道老干杯的名物料理 也就是云丹寿司 怎么做出好吃的寿司醋饭呢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米嘛 那我们土法炼钢呢 从洗米开始教好了 洗主要是把外层偏黄色的米汤 把它洗掉就好 最多就洗三次就好了 那在搓揉的时候 尽量不要粗粒 就是很为力的让它在你的手中滚动 其实呢 你对这个米越温柔越好 煮出来了就更好吃 然后洗完泡水40分钟 然后在泡的过程 我们尽量让你的容器有一个 例如说保鲜膜 还是说有盖子把它盖起来 避免过程有蚊虫 还是有什么灰尘飘进去 泡过40分钟的水 它米都吸水了 所以不是一比一 1的米然后0.9的水 1比0.9 1比0.9去煮 然后就开锅按钮 然后就正常煮这样子 虽然市面上都有寿司醋 但是我的比例更好吃 盐巴就是18 糖50 白醋就是200克 这三个把它搅在一起 让它盐巴跟糖融化融化 常温融化不要加热 常温融化就可以了 好那寿司醋调好了对不对 但是还没结束 还是有一个比例要记 所以笔跟指标收起来 也就是我们熟饭跟调好的寿司醋的比例 200克的熟饭对25克的寿司醋 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在拌寿司醋的时候 在传统的日本料理会用木桶 家里不会有木桶 那也不用担心 其实在电子锅拌就可以了 再拌的重点就是 一定要是冒烟的状态 不能说凉掉了再来拌 凉掉了它就不会有毛细孔 然后趁冒烟的时候 就是把寿司醋倒进去 然后搅拌搅拌 然后寿司醋都会吸进去 凉了就完全吸进去 然后那个寿司醋拌的味道 就会在这个米上面 日本传统的它就是会用那个扇子 把它删凉 然后其实在家里就是 因为我们做的量不会太大 就是放在一个大的容器 然后不要让它堆叠的太高 就是平坦的摊开 然后让它自然冷却 为了不要让这个饭呢 冷掉粘在盘子上 我们就把它包上保鲜膜 寿司醋饭放凉了 不是就这样直接捏寿司哦 那我们是把它移回电锅保温 然后出餐的时候 直接用热的饭出给客人 这就是老干杯云丹寿司 好吃的秘诀 不是冷的醋饭哦 是热的醋饭哦 不一样哦 当然要吃冷的醋饭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老干杯的云丹寿司 就是用热的醋饭 因为手会沾饭 所以我们会准备一盆小容器的水 然后一块干净的湿布 然后因为太多水 会很多饭粘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抖一下 那我们内场的师傅呢 一直练习就是一直抓饭 然后在上面就是不能太扎实 也不能松到都没办法成型 那我们来做个总结 今天的寿司醋饭 就是一开始的洗米 泡米 然后煮饭 然后再拌饭 还有寿司醋饭的黄金比例 一定要记起来这个 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感受一下 寿司醋饭热热的吃 一定要感受一下 那你们学会了吗 学会的话 我们下次见 拜拜